我再不要嫁你呢 放开我 吕姨娘尸骨未寒 便给我引起侯爷 十一妹妹还真是母女情深 姐姐辱我不打紧 这话可是连侯爷也一块儿辱了 可敢与我去侯爷跟前分说 我可没你那么不要脸 若与侯爷闲话两句便是不要脸 那大姐上还健在便迫不及待摆出 一副侯府夫人模样的人 岂不是连脸齿都不要了 你 牙尖嘴利 我趁你最好安分点 王玉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就算是嫁到茂国公府 也是便宜你了 我总觉得事情不太对 之前王夫人无意透露 说王玉看上了我 我就觉得奇怪 我和王玉只在仙灵阁见过一次 并且当时 她还并未知道我是谁 如今二姐又口口声声说 王玉看上了我 按理说 这种事王家是不会宣之于口的 二姐又是如何得知 要说这事也的确够稀奇的 本来王家已经看中了二小姐 却忽然改口说要去小姐宁了 细细想来 这庄庄件件都不合常理 而从中得利的 是二姐 难道是二小姐为了逃避王家的婚事 从中挑唆 这种损人利己的事 的确像是她干出来的 那日若非王夫人忽然前来 我便可以跟我娘一起离开这里 她就不会出事了 我本无意与她相争 可是她这遭算计 却渐渐害死我娘 如今还想风风光光地加入学府 这王罗两家 出手啊一个比一个阔绰 要是每家每户啊 都像他们一样 我就可以提早享清福了 是啊 这位妈妈请留步 姑娘叫我啊 妈妈可否帮我把这幅画像 交给王公子 十一娘感激不尽 是十一小姐啊 没问题 这成人之美之事啊 我自然乐意为之 十一小姐 您就交给我吧 那就有劳您了 世子 容奴婢们禀告一下 禀告什么 起开 太太 王世子冲进来了 这个世子爷 对 竟然如此无礼 老爷呢 老爷一早便出去了 怎么 刚纳完彩 便不认我这个姑爷了 你们罗家可比我还威风呢 王世子来了 世子爷 请您出去 退下 师父 贵客在上有失远迎 还请世子爷见谅 我一定见谅 十一娘在哪儿 叫她出来见我 小女十一娘见过世子 怎么是你 你是罗十一娘 是和本世子一亲的罗十一娘 世子爷 她确实是一娘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原来在这儿呢 骗得我好苦啊 放开我 木槿 救我 这个又是谁呀 她是十一娘的姐姐 二娘 罗大太太 你这个女儿不得了啊 她勾引我在心 说她自己是罗十一娘 说你们罗家二姑娘是个病样子 所以我才会求我母亲 该娶那罗十一娘 不是的母亲 不是的 你别信她母亲 你放开你放开 世子爷 这到底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不管什么误会 反正我要的就是她 我才不要嫁你呢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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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进屁了 闭嘴 罗大太太 从今日起 她就是我的人了 我告诉你 除了她 我谁都不要 母亲 二娘 以世子爷 两情相悦 我这个做母亲的 只会感到高兴 小姐 小姐 来人 二小姐乏了 带她回房 二小姐 请先回房休息 小姐